姜濤的中國新聞報導 厲害了 今次五大平台姜濤的成績相當之優異 也都在一個平台之中都獲得極高的成績 亦都是說全香港No.1名銜 實至名歸 一會跟大家報一下這個好消息 開始這段影片之前請大家讚好這段影片 留下完一個心心一個笑容一點都可以 還有課金支持 好了 姜濤的好成績 如果有聽我的觀眾的話 一定是一清二楚 當然近來對於姜濤的抹黑網絡上的網民 當然是繼續會去的 所以高安仔都是以正視的 今次就說回香港的串流平台之中 姜濤的歌都是屬於名列前茅的 亦都在說每一個平台都會是非常之好成績 在說姜濤是No.1 No.1已經是說來都多了 但是高安仔都要說是吧 就是給你這班Haters認清楚一個事實 你怎樣抹黑姜濤都沒有用的 因為事實勝於雄辯 事實就是沒有辦法改變 就是在說姜濤是No.1這個事實 好了 這個成績我們要慢慢跟你們說 大家都知道在香港的串流平台之中 姜濤的成績一直都是名列前茅的 而且在說我們自己姜濤一直都有姜濤 每一天都有姜濤去做 而且在說這些姜濤是恆久不適 天天夜夜都在做 當然這個就是大多數姜濤都會這樣做 就是在說每一天起身就聽她的歌 看她的作品 說真一句 那些串流平台 如果大家 我都不相信 高安仔其實就參加了 所有的串流平台 譬如Apple Music最喜歡的了 就是Spotify、Jokes、KKBoss & Move 近來有些新的TIDeal、YouTube Music 我都會去全部都會裝上的了 厲害了 五大平台都是很厲害的 而且在說姜濤有聲有色的 有聲有色的 每一首歌曲特別以近來的四首 最新的 黑月、岩蠶、圖和Dummy 這四首歌曲亦都帶起整個點擊率 都是No.1 姜濤 所以這些東西是沒有那些Haters在攻擊姜濤的 因為其實這些大數據 所有東西都已經公開了 你怎麼說姜濤不行 怎麼說姜濤已經是 什麼 最近有些新字 姜濤的運已經結束了 我不知道人們為什麼要這樣說 姜濤的運已經結束了 就是說她沒有運了 說她沒有運了 2025年是姜濤最行運的一年 雖然我不是說那些賴布依後世 我不是那些風水命令的名家 但是你看也看到了 2024年 無論在Apple Music也好 Spotify也好 Move、Jose KKBOSS等等 全部都有名利前茅 所以都是很厲害的 KKBOSS那些 雖然我們都知道有些串流平台 在於除了姜濤之外 某一些歌手都特別有取向 但是我們都知道 比如Spotify來說 她說姜濤的成績是特別忠狠的 所以大家就繼續支持Spotify姜濤 當然這次我亦都說了 她除了Spotify之外 其實五大平台的指數都很厲害 那又怎麼厲害呢 她基本上每個五大串流平台 她基本上整個增幅率都比在2023年 雖然現在2024年過了三個月多一點 四個月都來 但是說她的升幅都很厲害 你講平均來說 5-10%的升幅一定有 而且說姜濤真的很厲害 無論在點擊率上 你講那麼多首歌 14首歌 反觀她的隊友就不行了 她的隊友不單止一個隊友 其實我也真的想說 除了姜濤之外 基本上很多隊友的點擊率都是一般的 而且說已經追不到2024年那個步伐 你明白嗎 2024年那個步伐根本已經追不上了 其實這些人可以頂得住的 但是姜濤就更加是有升幅了 2024年而且說這個升幅也是帶到幾樣 令我們知道更加多東西的東西 就是說第一 姜濤的數目是比2023年更多 更加多姜濤的加入 新姜濤 無論她們是最近加入也好 或者是之前加入也好 近這半年有多的升幅是大 而且說你不要說寸流平台 說IG的Follow Line人數都比以往穩定 因為以往經常有人說姜濤的IG就是快跌破100萬 在100萬那裡徘徊 不升不跌 但是近來已經不是了 已經是有另一個結果了 說它已經是穩定地上升了 當然這個之後有機會再出一條片 去跟大家慢慢去談 慢慢去談這個升幅 所以這次這些寸流平台的成績 當然首先要告訴大家多麼好 所以大家真的要去很有意志 你明白嗎? 支持姜濤真的要有意志 你不可以現在有這樣的姜濤group 說兩句說不行啊 真的很危險啊 這樣你就沒有信心 我們對姜濤有信心 為什麼這五年來姜濤可以越走越勁呢 就是因為她有一大群支持她的人 你明白嗎? 就是我們啊 就是我們一直堅信 你想一下其實很有趣的 2024年其實根本就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甚至是說現在都在發緊上去的嘛 很厲害的嘛 其實如果我中觀一下 其實2023年的環境就更加惡劣 對姜濤來說 那些聶造新聞 差的新聞不斷 經常在說姜濤沒有辦法再有作為 2023年 甚至是說那時候吹到是 說吹到是姜濤好像要退出樂壇那麼誇張 其實去年都是有幾件很壞的事 但是我們姜濤也幫她度過了 反而2024年我中觀來說 其實踏入4月其實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很好 很好啊 不是說差的 姜濤那個2024的事 起碼在2024年沒有任何的差的事發生 但是反而現在姜濤才來不斷告急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是很神奇的 究竟是有些姜濤好像 好像之前有一個做了Youtuber在那裏 數照姜濤這些風格 即是在那裏不斷放那些假的危機訊息 這件事真的要慢慢有待觀察 所以我現在也是這樣說 誰說姜濤的氣勢不行 高級的我那些一定是假糖 我那些一定是特意抹黑姜濤 即是那些叫做無中生有 不是叫做無風起浪 多厲害我那些四字詞 根本就是特意用這些事去打擊姜濤 因為其實你現在看整個樂壇來說 誰不拜姜濤 誰不看姜濤 誰不喜歡姜濤 根本大部份的支持者全部都是拜姜濤 所以沒得說的 這些東西肯定是個勢一定在姜濤身上 所以你無論是怎樣說它不行的 我的根本大部份是不行的 即是叫做不可以讓它生存 你明白嗎 即是不可以讓這些言論生存 特別有些姜濤群 所以你們如果在自己的姜濤群 我最近有個觀眾聽到 給我反映了 有些姜濤群 簡直是將姜濤高級這些字眼 在WhatsApp群頂治了 我經常將那條訊息頂治了 說姜濤是高級 即是你想想 高級是一段時間而已 他就將那條訊息頂治了 即是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這裡告急 姜濤是吧 這樣不行的 不是這樣做事的 所以大家姜濤 留意這些惡毒言論 我們真的要多多繼續支持姜濤 每天穩定做姜濤就可以了 但不用特別好 好像很搶著自己去做 每天做基本的事情 已經是對姜濤最好的支持 就是這樣了 好 今集姜濤的中海新聞報導就是這麼多 下一節回來 我們繼續 好看 好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